其實我們都知道冠狀動脈指的是我們心臟外面的這一層血管 紅色的這一層血管,這叫做冠狀的動脈 那最主要我們心臟會遠遠不絕的跳動 心臟的肌肉需要無時無刻接受了氧氣的供應跟養分的供應 都是靠這所謂的血管來供應 那冠狀動脈其實如果他一般而言正常的情況下是暢通的狀態 如果萬一一些危險因子像是你有慢性病三高年紀越來越大 或加上你的生活作息不正常或是壓力很大過勞的情況下 所以你的血管會提早老化越來越狹窄跟阻塞 我們看到說一般正常的血管慢慢的狹窄之後變成一些斑塊的形成 原本暢通的管腔慢慢的變成血管阻塞的這種情況 那這個阻塞的情況如果在所謂的冠狀動脈的部分的話 狹窄就會造成血流的一個影響 這時候呢他沒有辦法提供足夠的氧氣跟養分 就容易產生心肌的缺氧缺少養分而產生缺血性心臟病 而甚至導致所謂的心肌梗塞的心象出現 所以萬一有血管的疾病出現的話就可能要加以治療 那麼則就要與你無法治療 那我怎會想要和你無法治療 所以我會想要和你無法治療 那我為什麼要去看 就會有血管呢? 然後就先把佐伯送到尾巴